好,大家这个商务好 那我们就这个耽误了几分钟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个本周的 我们核讯这边的这个示范的课程 先说一下指数的观点 先说一下指数的观点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 首先今天上证指数在权重的带领下 就是在权重的带领下 第一次盘中突破了3400点 但是3400点是无功而返吧 对吧 或者说是碰了一下就回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明天吧 可能明天还会去反凑一下 今天的这上一线 其后上证指数将迎来回调 或者说上证指数至少要震荡 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对吧 就是很多人说 这个突破不是很好吗 可能也有量吗 对吧 那应该是直接就上去了吗 那么跟大家之前讲过 这是第一次突破对吧 就是第一次不是突破 当时第一次冲击3400点 无功而返出现了回调 然后今天是第二次 对吧 第二次也是冲高以后的回落 我回落 明天有可能再冲一下 明天是有可能再冲一下 冲一下的话 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又要回调一些 那么从指标上来讲呢 MACD指标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形成定备离 然后就是这一波的上涨的定备离 这个是要特别重视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结论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上证深层指创业板这三个指数 目前是非常的不协调 什么叫不协调呢 也就是说他们不在同一个结构里面 上证走的结构是创新高的结构 然后创业板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创业板的结构是 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有点像做双底的结构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超跌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去打双底 这个做双底结构 深层指也是这个动作 也是个动作 对吧 所以在这个护生三大指数 日线结构 不同步或者不明朗的情况下 那么上证指数想要一枝独秀也很难 就是它可以说是比较强 我的这个观点是 它说它是可以比较强的 甚至于在五月份 上证指数都有可能是 还是会比较表现比较强 这个五月中旬前吧 我觉得上证指数都有可能比较强 对吧 但是这种强呢 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它是阶段性的强 它不是说我 就是我一直在那里涨 别人一直在那里跌 对吧 就其他指数意 因为如果结构上的不协调 不同步 它也会造成什么呢 叫做涨跌的不流畅 所有的涨跌不流畅 就是你涨起来也不流畅 跌起来也不流畅 就这种情况 对吧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里面 上证指数会表现的比较强 但是呢 你要想让上证指数连续的逼空 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你连续逼空的前提是 就你要连续强 前提是什么呢 创业板跟生成值也得强 也得跟着你一起涨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有点像 我是板块里面的龙头 你们是板块里面的跟涨 那这样可以的 但如果说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就这种局面 如果创业板跟生成值迟迟不能够 就是重新开始进入到一个反弹的周期 那么上证指数也很难走得远 也很难走得远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上证指数 大概率在这一次冲击3400点后 依然不能够有效突破 有效突破可能要留在下一次 就有效再去上到3400点 可能要留到下一次 没那么简单 就像一次想突破 没那么简单 对吧 所以很有可能 甚至于不排除说 上证指数在明天冲一下以后 短期会迎来一次 主动的回踩 那么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 板块 板块呢 今天我们首先看银行 银行板块 对吧 银行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 早上一度最高的时候 涨了百分之六点几 银行板块涨了六点几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所有的银行都加速了 就有点像 银行你看涨了没有六点几 连续三根两线 这个肯定加速了 离下方的五日均线 贯率率太大了 那肯定是要调整 那我们看一下月线 银行板块的月线 银行板块创出了历史新高 银行板块指数 创出了历史新高 当然这个因为 之前这个指数呢 因为它里面的银行股少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这是2007年的嘛 2007年的银行指数 当时编辑的时候呢 银行的加速比较少 不像现在有很 这个不断发行 这个新的这个银行票 对吧 或者之前发行的 像在之前是 这个有储银行之类的 没有的 对吧 这个后面都有 所以银行的体量比较大 那么银行板块 今天也创了一个什么 历史的新高 银行板块指数 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如果一个板块指数 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面临的就是短期的震荡 至少要震荡 也就是说 它后面还要涨 就算能涨 它也要面临震荡 然后呢 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呢 也是银行板块的月线 也是这个 已经就是离五月线比较远了 对吧 它这个月的这个惯率率 会开始上去了 周线呢 也是的 周线的惯率率非常的大 所以这么大的周线惯率率 这是银行板块呀 也会有这种 要主动回踩的预期 对吧 虽然后面整个银行板块 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有 还是有预期的 整个的银行板块还是有预期 但是短期来讲 就这个短期啊 短周期里面来讲 很快将面临 这个 就是回调了 或者说主动的这个震荡了 那么今天的高点是2262.00了 算是个双胞胎了 对吧 如果今天的上一线比较长 所以明天存在反抽一下上一线 如果今天下午 银行板块还是回落 那明天早上有可能再去反抽一下的 是有种反抽预期的 对吧 但不一定破这个高点了 就反抽一下 然后再往汇采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今天一早上 用力过猛了 就是银行板块 大家可以看今天银行板块 一个早上的成交量 比前面两天都多 对吧 前面的成交402亿 今天一个早上就439亿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当一个板块出现了放量大涨 对吧 放量大涨 那么放量大涨了 其实就是有点用力过猛 就是该上的资金都上了 那大家要考虑的是明天谁来接 就今天那么多的钱去买银行 比如说今天你买的银行是有获利盘的 对吧 那明天你要考虑 比如你卖掉谁来买 谁来买呢 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买银行 我算了两个点三个点 那我考虑明天要卖掉 那卖掉的话谁来买呢 就是因为今天大家都买了呀 对吧 那明天谁来买呢 就不买的人今天也不会买 所以就是加速以后就没有买点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时候 加速了以后就没有买点 就银行板块个股今天加速了 那明天就没有买点 那明天谁来接是个问题 对吧 而且你今天的量有那么大大 就今天的这个成交量那么大 明天谁来接呢 所以明天接 这个就是谁去接利银行板块 这也是个难题 对吧 这也是个难题 所以呢 从这个方向来讲呢 所以银行板块 我觉得明天也将面临着 这个短暂的回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 基本上银行板块 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拍集体照 对吧 像这种什么建设一样 都大涨 对吧 最高的是涨了百分之八点几 对吧 接近冲百分之九了 那三天的涨幅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三天的涨幅 对吧 这三天的涨幅百分之几 都是 百分之十五以上了 三天的涨幅 这个工厂银行也是 对吧 工厂银行也是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像这种 这种属于绝对的这个大银行 对吧 就四大行 是这样涨的话 那就代表了短期是加速了 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吗 我们加速 往往以预示着什么 加速以后 就预示着要出现震荡 那么像中国银行 对吧 一度打到涨停 今天 一度打到涨停 还有一个叫交通银行 对吧 交行嘛 交通银行也是的 不断的加速 对吧 就不断的加速 所以在银行 这种 还有农业银行 还有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今天也是加速的 对吧 就是在这种大银行的加速情况下 那毫无疑问 就是盖上车的资金都上了 因为你银行股要长成这个样子 特别是大行 四大行 要长成这个样子 那一定是要放量的 对吧 一定是要更多资金介入的 那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觉得 加速以后就有点像拍了 今天拍了一个集体照 对吧 今天这个集体照拍完以后 那么 后面就比较麻烦了 也就是考虑的是谁来接 对吧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地方需要修整 修整的时间不好说 对吧 修整时间不好说 应该正常来讲要搞个两三天吧 对吧 明天后天 至少搞个两天吧 好 或者说到周四 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修整的 健康板块 让我们来看一下石油板块 石油板块呢 主要还是 还有 对吧 这个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主要就是这三个 那么中国石油呢 继续的加速 继续的加速 中国石油 那么中国石油呢 还好 就是没有出现说指标上的一些背离情况 对吧 包括周线也还是比较健康的 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反正加速了以后第二天 像一般中石油这种加速了第二天呢 可能震荡的概率偏大一点 中国石化也是一样 中国石化 也还是这个情况 对吧 可能明天是一个震荡 他们还好一点 然后呢 讲一下这个建筑 建筑主要就是基建了 基建我们之前讲过 像中国铁建 对吧 这种 它就是离净资产的价格相对 比较远一点 所以它后面会有补涨 那中国铁建 应该依然是涨得比较好的 对吧 那么 再加上一些中指头的 中国海城 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后来的 中钢国际 这个 就是这个实际上朝的设计总 这个设计总院 实际上朝的是AR设计 对吧 这一块 那么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之前的什么三星建工啊 之类的 对吧 这整个还行 反正就是跟一带一路相关联的 然后中国中铁 对吧 中国中铁 还在走趋势 中国中铁也好啊 这个中国建筑也好啊 对吧 还有一个 这个中国交界也好 其实走的都是趋势 趋势 那么趋势票呢 我昨天的这个 这个周末的这个收平带看了对吧 关于中指头的票 我觉得反正他们还在走趋势 那么中指头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很 就是你有的可以持有 如果你没有的呢 你想做呢 只能是DC 对吧 比如早上 或去找中国建筑 开阴线的时候 对吧 就是这个回落的时候 你去买 这个是可以的 或者说是你手里有的 你想做差价的也是一样 就是他 这个 回调的时候 你去买 对吧 你不要去追 就行了 到了这个位置 你再去追呢 性价比太差了 性价比太差了 没什么太好的 这个追击的这种性价比 因为你一旦追了 追到上面 他当天就回调了 对吧 那有可能你要亏个几个点 然后亏个几个点呢 你要等 对吧 你就是那个 资金的效率运用不好 然后我们说一下 券商 券商板块呢 作为 金融三价码上的补涨票 或者说作为补涨板块 那么最近的走势也还行 我这个 周五中 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也说了 我说券商板块 应该是持有 或者说是逢低加仓 做差价 这是给了券商的策略 对吧 持有或者逢低 这个借入做差价 所以今天实际上 还是有这个 逢低借入 机会比较性的 早上还是 反正你做个差价 是很容易的 对吧 那么短期里面最强的 就是中国银河了 对吧 中国银河 那中国银河呢 实际上它炒的 另一个层面 就是中特固 说的中字头 对吧 中国银河嘛 炒的是这一块 而且呢 因为 任何一个板块嘛 它总要打一个标杆出来的 对吧 然后在期货里面的红叶 红叶期货 大家来看一下 期货的红叶期货 大家看 今天也拿了个掌听吧 所以是 因为红叶期货也是个标杆 那说明什么呢 就是期货也好 券商板块 后面应该还有的 补涨的空间 还有的补涨的空间 然后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 当上证指数 后面还要去 有效突破 三千四百点的时候 保不齐 券商板块 有可能会领涨 就是在金融三驾马车里面 后面有一次 券商板块的领涨 但不是现在 现在大家看到的 券商板块是增长 那么等到券商板块 最后领涨的那一刻 就是等到券商板块领涨 带着上证指数 这个冲过三千四百点 或者甚至说 这个突破了三千四百五十点 这种位置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本轮 金融股的最后那一下 就是最后是靠券商的 就是最后那一下也出来了 那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 兑现利润 就是你做中特估的 你要兑现利润 或者你做金融的 你要兑现利润 这个是 就是当你看到 后面是券商领涨 银行保险跟涨的时候 那么银行保险 这个两个板块里面的一些票 就短期涨的比较多了 你可以要做 可能要做适当的减仓了 对吧 就有点像 他们就 比如说后面 指数也涨的 全商在领涨 他们有点跟涨 或者说有些票已经涨不动了 就高位有点滞涨了 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 你要考虑是减一减 为什么说减一减呢 因为 比如说银行 举例子 中国银行 对吧 像这种连续加速 你在月线上 你就能看到惯日率 他在到了 比如说五月下旬 甚至六月上旬 对吧 他惯日率还是很大的 其实他在这个上面 就变震盪了 就涨不动了 那么涨不动的结果就是 要不就是在上面等了 等军线上来了 要不就主动回踩了 所以这两个 其实都是会 都是有概率的 对吧 那你不想等 就是也就是说 上面短期的空间小了 反而是这个回调的概率大了 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说选择选择这个离场 对吧 当然保险银行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不做银行 对吧 虽然我不做银行 我也跟大家讲过交通银行 对吧 之前跟大家讲过交通银行 反正也十几个年 那么我是不做银行 对吧 就但我我就是我并不看空银行 我是跟大家说一下 对吧 虽然我不做 但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银行啊 保险 对吧 因为在银行保险里面 我说我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保险 因为保险有业绩吧 对吧 同样其实银行跟保险的上涨逻辑 除了除了是中特估的补涨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低估值高分红嘛 对吧 低估值高分红 那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前这个前提条件 就之前跟大家讲了 第一个前提条件 我今天讲第二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今天为什么这些板块加速了呢 包括银行啊 石油啊 保险啊 这些东西都加速 建筑都加速了 巨赏呢 因为1819号已经定了 对吧 我们的这个习主席参加 中亚五国的峰会 峰会对吧 是1819号在西安 那么大家知道 1819号就是个兑现点了 对吧 是不是兑现点 那么资金可能要赶在这个兑现点之前 去把中特股一带一路再搞一搞呀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第一层的意义嘛 那么当然中特股这块也是因为 未来这个中东的基金 对吧 或者资金 如果来这个购买A股的资产 那么毫无疑问了 他们买的都是 肯定是国有资产了 对吧 就所谓的中置投的票了 不中置投的票里面 很多股价都在经济产 净资产之下 对吧 也不可能贱卖嘛 所以当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当下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么拉一波估值算正常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情况 就是关于一些城投债的传闻啊 这些东西 对吧 就第二个城投债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这个课程当中太敏感 我就不去详细讲了 如果你不清楚 你自己去搜一下 对吧 关于城投债的事情 那么也就说明什么呢 大家会发现 你现在去银行买理财产品 实际上你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除了比如说有些东西利率比较低以外 对吧 就是你买理财产品 你可能收益非常低 甚至还会有本金亏损的风险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 那我怎么能够相对比较安全呢 突然发现什么呢 估值比较低的银行保险这些 对吧 它不但估值低 有估值修复的预期 还会有什么比较高的分红 就是你一年下来的分红要4% 那要跑赢你的理财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资金 去选择购买什么 这个银行跟保险类的这种资产 对吧 因为这个资产本身 我们的管理层的定义就是什么 相对偏低估了 他们也算是中特股的一部分 对吧 比较低估了 所以那这个时间点上 保险银行反而会得到资金的青睐 对吧 因为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理财的角度上来讲 我有更好的分红 我有更 更好的这个安全性 甚至还有买入以后 估值被提升的空间 就是我买了以后股价也能涨 这个还有高分红 有点像戴维斯双鸡 对吧 所以这就是最近保险跟银行上涨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那虽然我自己不做银行 因为我觉得银行这个东西 跟我不太和 对吧 就是我也不太喜欢这种银行股 因为银行股 你想想看 它加速了以后 是很难再还有这种 那种连板啊 或者说 这个实际上就弹性差一点 对吧 保险呢 我觉得还行 保险因为相对来说业绩比较好 就这一波的保险业绩比较好 对吧 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讲了 保险包括在公开的场合 对吧 媒体嘛 对吧 就是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也说了保险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时就最好的两家保险业绩 又是新的 对吧 涨得很好 还有中国平安还拉过涨停板 对吧 一般你想中国平安拉涨停板 我那天不是讲吗 要不就要加速 对吧 就行情要加速 要不就是行情见顶 那么现在来看呢 因为你看它的位置你就知道了 你看它这个位置 肯定不是见顶的位置 对吧 那就是加速 保险会加速 就我们讲这个平安 比如说会加速 那就意味着直输也会得 往上往上走 所以我对指数本人 并不是很担心 那也跟大家讲过 3400点下的任何调整 都是机会 对吧 无非就是你怎么去做 那么市场现在 确实比较变态 或者说确实很难做 比如说指数层面上 今天你看 连续两天了 都是大白分时的 黄白线就拉得很开 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就这种 这种就是会很难受 就你如果不在主线上 因为市场现在就两根主线 一根是中特股 包括了大金融 对吧 就中特股里面 包括了大金融 那之前我们一直 跟大家强调的是 中特股 跟大家讲的是各种界 你去套利好了 就套那个股价 跟净资产的利 对吧 这个应该很早就讲了 我很早就讲了 对吧 包括刚开始 有中特股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什么叫中特股 到底这个中特股的股值 怎么股 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PV回到1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股价 去这个向进资产靠拢 那这个早就讲了 如果我说 你如果你们要做 就各种界 你们去做 没问题的 对吧 就买了以后 拿着做做差价 没问题的 那么这是指 比如说你 对风篇不是很高 对吧 然后你这个 这个 比如资金量相对比较大 对吧 资金量比较大 你不要全扑在一个地方 你去中特股这边 做一下平衡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对吧 这个话 我早就说了 建议也给大家了 包括买什么品种 都说了 这个你 就是做不做 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说了 我不排斥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挺好 我自己手里 也有个中特股的 对吧 就是当配置 配在那里 对吧 因为比如说 现阶段 你让我在中特股 跟医药里面选 我肯定选中特股的 这个大家能听得懂吗 就是因为它是主线 医药不是主线 所以你做 还是要做主线 虽然我的大常委 都是在这个可能数字经济这边 对吧 或者说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AR这边 但我不排斥中特股 中特股本身也是 本身也是主线 对吧 也跟他讲了 我只是说 在主线里面 去选什么品种做而已 对吧 他也是一条主线 只是我说 我贵避掉了银行 我就是把银行 贫避掉了 我不做 对吧 就是一样的道理 或者说 就像 这个数字经济里面 比如说大家做人工智能 对吧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那什么不做 我信息安全不做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说我信息安全不做 或者我大模型不做 对吧 我做其他的 我做数据 我做应用端 它只是这样的选择 就是你在主线里面 选哪条分子去做 而并不是我不看好 对吧 这个很 这个还有人在外面传 说我这个 就是不看好 结果人家都涨了 对吧 就是 这个就是 你自己瞎说了 我早就说了 两条主线 一条是中特股 一条是 是个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AR为首的 对吧 那么 这两条主线以外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基本上 很难有其他的板块 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 同时其他板块 一直是 跌的时候轮得到 涨的时候不一定轮得到 同意吧 虽然大家可以看 看这个 平均股价值 这个看那个 涨跌价数 对吧 虽然今天涨的多一点 跌的少一点 但是按照指数 涨成这个样子 今天随便怎么样 你都得 三千五百加以上的 股票涨吧 但实际情况 还是分化得很严重 为什么 资金翘翘满效应 虽然是万亿以上的 成交量现在 今天一个早上的成交量 也将近 这个 七千三百多亿了 那这种成交量 不算少 对吧 下午肯定是 妥妥的过万亿 但问题是 都去打大的 资金都是扑到 权重里面的 所以小的里面 还是失去 包括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 000688的客床版 大家也知道了 对吧 还是弱 为什么弱呢 反正很弱 五天均天都碰不到 成交量也是 对吧 很小 那为什么 第一个半导体 板块不给力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大的 IPO 中心集成没上来 在这两个 因为这一项讲了 也讲了很多次了 对吧 前面一个已经上了 对吧 就是那个6882249 对吧 金河 对吧 金河今天 也跌了 所以昨天你开盘走 都是对的 那么 这个 如果后面中心集成上了以后 那我估计 是000688的 这个客床版指数 对吧 就这个客床版的指数 如果 中心集成上完以后 那我觉得客床版指数 将重回 重新会回到 这个新的上升走势当中 对吧 现在很正常 修正一下 对吧 然后呢 关键是什么 月线跟周线都需要修 月线呢 因为上方的20月均线 离5月均线还是有距离 我现在5月均线 成为一个支撑 20月均线依然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压力 之前上个月充足 对吧 然后这个月线 面临这个压力 等到这个压力化解了 就再次上去 再次上去以后 因为它距离拉得近了 现在太远了 你距离拉得近了以后 就5月均线将 近差20月均线 那个时候又是一波生死 又是一波生死 所以不要急 客床行情原没结束 他只是说 大家肯定会 第一个现在是 在走中特库的主声浪 对吧 之前走过了 人工智能AR的主声浪 现在是走中特库的主声浪 你总得让两条主线都得轮再来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 包括这个 科创板 因为科创板很明显 你上了一个大的IPO 百亿级别的IPO 那你肯定会对其他的科创板的股票吸血 对吧 他有红吸效应 所以每次有大IP的时候 大IPO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一次有大的IPO的时候 只要是科创板的 那科创板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前面先调整 等到上完以后消化掉了 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流动性的问题 对吧 资金流动性的问题 那么再从事生事 现在科创板又是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是躲一躲 小心点 对吧 就是你别 在科创板里去搞重仓啊 或者什么 就该减的减一点 对吧 然后耐心等等 所以不是说这个行情没有了 而是说它是个节奏的问题 就是个节奏的问题 对吧 那么下一次 比如说再有大IPO 我也会跟大家讲 反正这次我都是提前讲了 对吧 实际情况大家看到了 那最早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就是当成交量回到1000亿之下 就是风险 对吧 实际上它的两次反弹 这两根反弹都在1000亿之下 你就知道这是风险 对吧 那么以后该离场来离一下 有像这种杀下来的也是一样 第一根杀下来 就是这是第一根杀下来的 鹰包羊 本身也是 也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就是已经有资金提前离场 是要躲那个大的IPO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 作为科创 50这块 反正就也没多少时间了 我估计很快 那个就是正常应该是本周吧 本周就得上 那个中心基层了 对吧 就得上 那么上完以后呢 到下周可能科创班的资金压力就减少了 那么科创班有可能要回来了 那科创班回来了你就知道什么要回来了 半导体要回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提了两次半导体板块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我认为半导体板块 好 半导体板块 上半年是挖坑填坑挖坑填坑 这毫无疑问这里又是一个是挖坑 对吧 那最近我们看到周末的消息是日韩又得连又要联手了 对吧 半导体 那么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半导体呢 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 反正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举国之力吧 对吧 要去搞半导体 而且大家可以知道 半导体未来的行情 半导体未来的行情 只会比两三年前的新能源赛道大 不会比它小 那么再给大家讲一讲 两三年前 不能说两三年前吧 十几年前吧 对吧 十年前 十年左右吧 我们的国家高层就开始搞新能源 对吧 当时比如新能源的比亚迪 巴菲特什么也买了 对吧 那当时为什么要搞新能源呢 因为当时的比亚迪 人家看都不要看 什么公司啊 对吧 他们巴菲特就买了 所以这些海外的这种价值投资的大师 眼光确实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个能源大国 中国每年之前在没有新能源 开中核没有去提这些事情之前 每年中国是石油的原油的这个进口大国 对吧 就像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 也是芯片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之前 对吧 现在是被人家卡脖子 怎么自己弄 那么之前也是一样 每一次原油价格的上涨 受伤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个石油的量非常的大 你这个等于说一进口 对吧 价格上升了 中国的外贸 这个赚的钱都得补贴到这个里面去 对吧 辛辛苦苦的钱 对吧 都被人家只要人家能源只要一涨价 你就等于说变相被卡脖子 所以这个时候中 因为中国的人口技术庞大呀 你的用车啊 对吧 你反正你的出行啊 交通啊等等啊 都得用用这个原油嘛 所以呢 嗯 当时我们的高层就提出了新能源计划 对吧 碳中核 是后面在搞的 那么中国有大量的这个沙漠 可以支持光复发电 然后搞出新能源车 就能解决掉这个燃油车的能源消耗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新能源可以替代老的传统的石油能源 对吧 我通过这十年的时间 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新能源车 对吧 基本上已经是全球可以说是能够跟特斯拉去扳手腕了 对吧 美国也就一家特斯拉 欧洲更不要谈了 日本 韩国这些传统的燃油车 根本跟国内的这种新能源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然后光复 光复已经做成了像类似像高铁一样的名牌产品 全球这个光复的主导权都掌握在国内的一些企业当中 对吧 所以你们看到的情况就这样 那么当时的时候也是政府给了更多个人补贴啊 包括一些光复企业 对吧 要要钱给钱啊 对吧 要这个减税给减税啊 那现在呢 现在的半导体企业正在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局面 虽然很多人看出来中国的半导体 我觉得没必要 对吧 我觉得没必要 反正我看到很多 那样阿根不要国外不能别什么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 就像你刚刚开始做饭的时候 你的手艺肯定是不行的 说出来的方案可能你自己都验不下去 但没办法 如果你不想饿死 你得自己做 但是有一点 你做着做着就行了 对吧 你做着就熟练了 你做着做着那个方案就可能可口了 半导体行业也是一样 虽然难度非常的高 但是我相信举国之力 要钱给钱 要政策给政策 对吧 然后各大的高效 高效的研究 研究所研发 对吧 这中科院等等 真的要举国之力的话 我相信追赶的速度也是会比较快的 所以 我很期待说 可能五年 对吧 甚至于在长一点的时间 我们能看到整个半导体产业 就半导体芯片行业 中国的企业就像现在的新人员赛道一样 也能够在世界上跟这种优秀的企业去搬搬手腕 也能像比亚迪去跟特斯拉搬手腕一样 对吧 所以我相信这一天是能够干得到的 那么半导体产业的辉煌 也将伴随着这些企业的不断的这个研发投入 对吧 深耕而茁壮的成长 然后半导体企业一定会产生万一级的 万一级赤质的公司 所以这就是我能看到的半导体 所以这今年下半年 为什么我相对看得比上半年还好呢 因为下半年我们还有的一个期待 就是消费电子端会不会因为苹果等 而巨头出这种MR的这种爆款 而带动整个消费电子端的芯片的回暖 也就是说库存建低以后 后面其实库存大家都知道建低 对吧 因为包括这个MCU 包括这个存储 对 这些芯片 这个英伟达的存储 芯片还在涨价 对吧 这个算力芯片也在涨价 那么 这块当然是跟人工智能AR相关联的 因为人工智能AR本身是解决了一部分芯片的 这个就是需求周期的情况 就是把需求这个周期往前提了 但最关键的一块 我觉得还是要消费电子端起来 对吧 消费电子端起来 整个这个半导 全球的半导体芯片行业 或者这个产业就有了什么 这个拐点的出现 这个拐点的出现也会进一步反退 国内半导体企业的一些叶子 所以下半年的半导体 我觉得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上半年呢 我们依然按照挖坑填坑的方式 然后短期呢 可能受这个科创版的一些 大IP有流动性的影响 所以半导体板块 我觉得最晚这个到 最晚到本周下半周 或者说下周 也会进入到一个 它的反弹周期 所以大家持有的呢 不要灰心 对吧 没有的呢 可以逢低介入 我觉得跌多了 就是这一波的下跌 跌了很多 其实就是最大的利好 对于板块个股 就是最大的利好 好吧 包括也包括一些 算力的半导体 然后呢 十八罗罕 业绩比较优秀的 那些品种 是首选 是首选 好吧 像其实大家可以看嘛 这是大基金减持的吧 今天对吧 减持了北方滑场 也还行吧 就跌了4% 坚持 对吧 然后我们就观察几天 观察两三天吧 北方滑场 如果很快能把这个缺口 补掉了 那就是基本上 就把这个利空给消化掉了 对吧 或者说是 底下这个缺口 迟迟不补 然后股价开始往上 对吧 那也是消化掉了 就是这种都是一个 观察整个板块 强弱的一个 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 今天实际上 一带一路强 中特股强 是预期内的事情 对吧 我们早上只要看两个 股票就可以了 一个叫秦港 秦港股份 对吧 秦港股份代表的就是港口 一带一路 秦港股份今天是一支板 然后回风 对吧 早上就 很强 大家可以看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长江传媒 长江传媒 对吧 长江传媒来开盘就落 大家可以看 从账品把它掉下来 开盘就落 我也走了 我最后盘抽的地方走掉了 那么 这就很明显了 很明显什么呢 就是 从开盘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 传媒 这块 今天肯定是 沉压了 对吧 肯定是要 继续调整的 因为长江传媒都落 开盘就落 那么就知道了 大概是什么强 什么弱 对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 不过 随着银行板块的 就是冲高回落 对吧 资金很明显的 大家就可以看 我举个例子 就是传媒娱乐 大家肯定看 那你就看到了 传媒娱乐 早上出播跳水以后 就一路往上走的 对吧 一路往上走的 像 这种 网络啊 这种就 还是很强的 对吧 还是表现得很强 还是表现得很强 那么 包括这个软件类的 对吧 软件服务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的 那 银行滚落的时候 它又往上走 那么现在实际上 资金就是个 翘翘板关系 资金算是一个 翘翘板的关系 这个翘翘板的关系 就在于说 如果下午 中特估 特别是银行 大金融 整体是一个 比如说 震荡 或者是 缩量震荡 那么资金 就有可能回流 对吧 一回流的方向 一个是 游戏 传媒 那么还有呢 可能就是 半导体 都有可能回流 对吧 那么主要看几个了 一个早上 中科信息 本来有代表的 中院 中 中 中 也算是中特估的 科技 对吧 一个方向 他们 这个是代表着 这个数据类的 对吧 就是 中科信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叫 中国科产 对吧 中国科产也是很强的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还是很强 说明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说 传媒娱乐这块 因为 中国科产 算是传媒类的 对吧 也算是数据 传媒类的 他也表现了不落 另外还有一个呢 叫上海电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上海电影 这块 五天经线也没破 也没破 如果上海电影下午 慢慢慢慢 顶回来了 对吧 那就 没事 那么之前调整了 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 剑桥之类的 对吧 他代表的是CPU 但是CPU今天是 这个 有反弹的 大可言CPU有反弹的 主要在于什么呢 就是 这个光纯科技的反弹 还有那个 新益胜 对吧 那么今天零涨的是一个 就是20厘米的 相对来说是小票 这个联特科技 那么CPU这块呢 目前短期 只能把它当做反弹来做 反弹来做 对吧 那这块反正就是 大家就是 特别要留意 然后呢 今天早上 其实长得比较好的 是那个 AR教育吧 对吧 AR教育 我们来看一下 AR教育 AR教育里面呢 有两个 就是 基本上一个叫 一个叫那个吧 5.6的那个学大吧 对吧 学大 早上11字 长停 还有一个是 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 我看一下 也是连版的 对吧 国心文化 就这两个都是连 一字版的 对吧 都是一字版 就连版的 那么这是 这个AR教育了 然后呢 AR教育里面还有几个 比如说加发 对吧 加发教育呢 还行 另外呢 还有那个叫 出诚信公告的 出诚信公告的 科德 那这个是预期当中的 存高回落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总农头 总农头叫那个叫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世界啊 一下子爬住了 叫什么世界 卡住了 叫叫叫叫 叫什么 看一看 天红 四季天红 对吧 四季天红 四季天红 四季天后 那么四季 四季天后毫不拥有 是这个 包括教育里的 高度龙头了 那么四季天后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今天早上给了一个 非常好的 给了个 这么低的价格 这种都送钱啊 对吧 都送钱 那么 这个 就是 游戏啊 对吧 因为游戏是先跌的 这个传媒文化是 今天分歧的 但今天分歧的传媒文化里面 还是留了活口了 就是中国出版 留了活口 他是 这个 直接又被 自己停上去了 对吧 停到了 涨停 涨停板 有点像他 卡位做了 三版 就是那个 长江传媒 下来 中国出版上 上去了 对吧 还是很强的 就走得非常的强 就直接卡上去了 那么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就是传媒类的 就是中 这个 这个央视传媒 对吧 央视传媒也是做了个 落转强 早上做了个落转强 也是相对比较强的 那所以 正常来讲 我觉得先调的游戏 很有可能 今天就是一个先手 对吧 今天可能会有资金去抢的 明天就有可能回来 那么传媒这边呢 可能还会分化一下 传媒可能 就是 怎么说 今天是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分歧 对吧 分歧完了以后 明天可能 上午还会 或者说明天可能还会要 这个 震荡一下 个股还会有分化一下 基本就这样 然后呢 AR教育这块 应该是 比较强的 AR教育 你看今天是两个一字版 你都买不到 对吧 你都买不到 那么这块来讲 我觉得AR教育依然好 就值得 值得这个关注 那能买得到的比20厘米的这些低细的 其实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这是从这个主线的角度上来讲 然后呢 说一下 船舶 对吧 船舶 中国船舶 中传科技是这个龙头 对吧 那么今天船舶呢 有点像派基体招 就基本上是派基体招 所以指数也涨了 7.82 那么从船舶的角度上来讲 今天也是没有买点了 没有买点 很有可能明天冲一下就没了 明天再冲一下 有可能船舶 这个位置上也得要调了 所以实际上短期就是一个 大家要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个节奏的问题 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就是看你怎么去猜这个节奏 对吧 那么加速的东西 你可以适当卖一下 那么反过来就是那些逻辑比较真的 就是我们说的 人工智能AR 这么说吧 就是像人工智能AR的下游 对吧 一般来讲 第一次加速 随便举个例子 这种也算是主生浪里的东西 就主生浪里的东西 对吧 那么第一 一般来讲第一次调整以后 再怎么拉 也得回去一次 对吧 那这是主生浪里的 再怎么拉 也得回去一次 就是 不会马上死 就类似于像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他在这里 我拉过一次吗 你会发现 也调了一段时间 又上去了 对吧 我们现在不说这一段 那你至少能吃到这一根 那你能吃到这一根 所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就道理 我不是说来推荐你买包同科技 我说的只是说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像这种漂亮 业绩还行 对吧 一级报的业绩 都是增长的 同比还比都增长 那怎么可能马上死呢 对吧 不可能马上死 那么这个呢 就是看 就是大家的理解了 对吧 那先调的调两三天呢 嗯 我觉得银葵比已经算得过来了 对吧 后面其实传媒也不会马上死 然后呢 呃 AI的 因为从那个 柯大逊飞嘛 对吧 呃 柯大逊飞不是 就是 早上开盘 后面回封了嘛 九个多亿的回封单 那柯大逊飞 这个 周末的这个 就是大模型 对吧 呃 演绎 其实蛮超预期的 那么柯大逊飞 其实 其实大模型本身不算钱 他一定要什么 大模型底下 要加上垂直的应用 那 呃 柯大逊飞垂直的应用 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其实柯大逊飞做的最好的 就是语音嘛 语音这款 他语音支持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教育 还有什么 整个信息的 就是 他不是对这种 即时信息的反馈 而是对于信息的 呃 这个 就是一些 我们讲的叫做 呃 固定信息的处理 什么叫固定信息处理 比如说 柯大逊 我这么说吧 不浪费时间 就简单点讲 就柯大逊飞 未来大模型 他的应用端 的细分 他做的比较好的 一个是 教育 另外一个 就肯定是医疗 医疗是什么 医疗这些信息是固定的 他不是随机的 不是说 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问你 问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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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呃 贾A联赛 谁能夺冠军呀 这个东西是不确定的 你知道吧 所以他又需要逻辑啊 分析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柯大逊飞做的不是这一块 他做的是固定的 就是比如这个信息 谁谁谁的检测报告 是什么呀 年龄是多少 他以前有什么病史或怎么样 这些东西固定的 对吧 所以柯大逊飞未来 在于这个垂直模型的应用方向 更多呢 可能就是来 就是他的这个强项 肯定就是来自于教育跟医疗这一块 对吧 所以柯大逊飞昨天的 呃 这个周末的那个大模型的 这个 直播嘛 对吧 演绎 那市场给了个正向反馈 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张庭板嘛 那游戏端这一块呢 最强的应该就是空人万为 所以今天空人万为表现得也很好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呃 我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啊 大家会发现 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关系 你知道的 别人也知道 就是 嗯 你去搜一下什么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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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GTGPT啊 人工智能AR啊 等等啊 各个分类啊 人家把股票都给你列好了 对吧 就是大家互相抄嘛 抄一遍 有一个人 弄出来了 后面的人就跟着抄一遍 但 这个不是难点 我说的这个不是难点 就是说板块也是一样 啊 人家都知道现在什么是主线 什么是这个 其实这些都是名牌 难在哪里 你知道难在哪里 难在节奏 第一个啊 节奏就是 你怎么知道 在什么时候去买 什么时候去抛 或者说阶段性的 这个买卖点 怎么把握 这叫节奏 对吧 就是我说 比如说今天适合买游戏 这是我的节奏 不一定对 你仅供大家参考 对吧 我觉得这个位置去买 半导体芯片 盈亏比算的过来 这也是我的节奏 就是我能跟你算的过来 其实这些都是节奏 难在哪里 难在就是节奏 因为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好 那你说 我敢追吗 还能买吗 对吧 就是这个节奏 这是个节奏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对于这些板块 各国里面的公司 未来发展的认知 就是你怎么知道 它是那个里面 发展的最好的 它的强项是什么 后面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时间来驱动 对吧 有更好的催化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 就像那天 我去买长江甲美 我是在这天买的 开盘就买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上周四的时候 就是4月27号 对吧 4月27号 大家看看指数就知道了 4月27号 那天是什么 那天也是的 是什么 就是 那个叫什么 人工智能AR的分歧日 很大的一个分歧 对吧 很多很多股票吧 比如说 很多股票 浪长美 我举例子 那天还是跌停的 对吧 差不多跌停 就是大的一个分歧日 那你怎么来理解 这就是我说的 南方传美 我也点了 南方传美就是我说的 祖声浪长的第一根阴线 对吧 隔天就涨停 然后若转向涨停 后面又是两个板 对吧 所以 你怎么来界定说 我能够去做这些东西 你的节奏在哪里 对吧 那现在游戏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跟你说游戏也是一样 游戏也是 这个祖声浪里的第一次比较向阳的调整 那调整完了 它还会上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节奏 就是如果你对 如果你对 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细分的公司 未来的发展的认知不够 那你就要用节奏来弥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知道 这个板块肯定是有戏的 没有玩 这个节奏呢 我不去追告 比如说我DC 我说 那么在DC的过程当中 你就 你只需要记得 你一定要做龙头的DC 你别去做杂毛 那几个龙头都是名牌 不管是游戏也好 传媒也好 还是其他的 对吧 都是名牌 包括中特股 都是名牌 你就不要去做那些杂毛的东西 你就跟着龙头做 对吧 就像我举个例子 你做 我这次没有做这个 其实中之头的这个传播 对吧 你要做就做这个 它是 这个是龙头上来的手印 看到吧 后面就是 就顶上去了 对吧 你要做就做这个 如果连中传都不能长了 你也别考虑其他东西 对吧 很简单呀 对吧 那今天为什么中国传播也难了 中国传播是 作为中军呀 对吧 中军一半长了 大长了 你要知道 就有点拍极力照的行为了 对吧 所以 比如说 你非要去做这种 什么 这种票 这种票就是补兆票呀 它不可能很强的呀 对吧 所以你就是记得 做节奏的时候 一定是要做龙头的 你不做龙头的话 第一个 吃不到什么大肉 第二个 万一有什么风险 你第一个承担 都是这种 这种 非龙头票去承担 好吧 那么 关于其他板块 我展示现在也是看不到 太好的机会 然后最后提示一下吧 充电桩这块 其实还行 充电桩这块 其实 国家有政策 对吧 后面我觉得会乏力 但短期 因为最近资金抢得太厉害 基本上都是在大的里面 就是大 大金融啊 这些票里面弄 对吧 你也分不出来 再加上本身 人工智能AI也没玩呀 对吧 你分不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整个的五月份 我觉得新能源赛道 还是要看一下充电桩 所带领的这个反弹 我觉得会有 其实就是创业版 在完成二次探底以后 它该有的这个反弹结果 会走出来的 好吧 然后呢 片展黄金天 对吧 给了一个比较好的正向方块 就一字版 当然因为它提价了嘛 提价说明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片展黄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卖 就是有人 有个人需求有的 对吧 需求还是正常的需求 那么在正常的需求下呢 就有点像它就是茅台嘛 那我就提价 我有溢价能力 我现在提了价 比如说从590块提到了 这个 760块吧 是不是760块 我看一下 反正你们自己查吧 就这上面还没有 也没有点评 看一下 是提到了 然后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家公司的产品 本身不愁卖 所以它有提价能力 那么本身它是中医药嘛 对吧 所以中医药板块里面 如果有提价能力的 后面都有机会 那么提价实际上是最好的 对利润的板块 就是我如果在销量 本身没有减低的情况下 我有一价能力 我要提价 你们还要买 那我的利润就有保证了呀 对吧 当我的利润有保证的时候 那么 股价自然而然 它一定会什么 再次被 这个就是拉上去的 或者说它的估值 还会被进一步的抬升 对吧 因为大家要考虑的是 你既然提到了 这个 应该是提到了 760块吧 760 你提到760块 都有而买 对吧 然后那个 未来你搞到800块 也有而买 900块也有而买 就大家在想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像这类的公司 因为就是稀缺性 对吧 骗载化 茅台 这种就是稀缺性 所以 这类的公司提价了 肯定是个好的现象 那么 上涨的目标呢 我这个也讲过了 对吧 就是昨天 昨天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 这个掌尼玛教师 给的这个目标 我都说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短期的目标 中短期的目标吧 我觉得至少 以这次提价来讲 搞到这个目标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所以后面 今天是一字版买不进 那后面 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选手 你想做做 做做这种波段的 对吧 那么 骗载黄以来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考虑的对象 好吧 那今天中午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啊 好